很多咖喱 很重的口音 特漂亮 来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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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好 我是大麦茶老师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新的video 关于是街头采访 中国人对印度人的看法 大家准备好吗 Let's do it 你对印度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他们实际上有一股 就是像咖喱一样的味道 但是他们都非常比中国人壮一点 我感觉在这边看 对啊 中国人的印象就是印度电影很好看 有一部那个三沙特别好看 第一印象 咖喱 就是印度很多从事工科行业的嘛 因为我也学工科的 就是很多人的就是印度人 很多咖喱 就是很有风情那种 那你呢 印度阿芬 还有咖喱 第一印象是皮肤较黑 跟我们相比的话 跟华人比的话 吃东西像咖喱啊什么的 差不多就这样子 那你们感觉 特漂亮 就是很重的口音 印度人比较黑 看过 我看过一些节选 看因为它那个里面 而歌舞剧虽然 它那个时间有点长 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然后 对就电影情节发展到一半 然后突然就莫名其妙地跳舞唱歌 然后一开始觉得很诧异 但后来觉得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 谢谢 谢谢 以前有看过歌舞片之类的 就是感觉 印度电影都是那一类型的 没看过 但是我知道他们拍的很高科技 对 一点都没看过 感觉不多 会看 宝莱屋的那种 对宝莱屋 宝莱屋 对 印度电影还是挺好的 大闹宝莱屋 三卡大闹宝莱屋 看过 感觉怎么样挺好 挺好 就是有几部比较经典蛮好 蛮好看的 那你呢 看过宝莱屋 好像看过一篇 就是那个说什么 三卡大闹宝莱屋 对对对 从来不看 不太喜欢 可能有眼人挺漂亮 我觉得他们女性都长得挺好看 对对对 那个贫民库的白安夫翁 哦 然后 有一个那个 三卡大闹宝莱屋 那个是印度的 印度男朋友吗 可能性不大 应该不会 对应该不会 不会味太大了 不会 这个有文化障碍吧 还没有那么重口味 暂时没有考虑找女朋友现在 好 谢谢 绝对不可能 OK 好 我结婚了 所以 应该不太可能 不会吧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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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希望大家能 会喜欢我的视频 ChinesWade 更多精彩的视频 请关注我 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and care to subscribe us thank you make sure to subscribe us okay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remember me okay see ya guys